那到底55岁好还是60岁好呢? 公积金局的公众咨询你参与了吗? 那公积金局宣布开放网上咨询之后呢 社交媒体和坊间都有很热烈的回响 不过呢,咨询进行两天之后 首相拍板决定维持55岁全额提款的决定 有人说这是首相听取名誉的一种表现 也有人认为呢,是不尊重体制 那究竟如何制定一项公众政策呢? 我们先看一段短片,稍微回来和两位嘉宾一起聊聊 4月21号,公积金局进行网上咨询意见 提供四项方案处理退休金机制 让民众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劳本 两天后,首相纳吉决定维持在55岁全额提款 我们想要做服务 这个时间是到5月5日 然后,我们总是说等待 你能够得到这份评论,那你会知道更多 现在的评论是担当的 所以,现在人们都不在意 要跟评论的评论 首相的决定或许讨得许多人的欢心 却让公积金局做了白宫 这种现象在我国时有所闻 例如,纳吉宣布废除煽动法令 英语教数理 还有SPM实验考试等诸如此类政策 还没有落实,官员就宣布暂停或政策U-turn 这样的施政方式 是以利民为主的高效率 还是一场考量政治利益的博弈战 欢迎收看今晚的百歌大家讲 我是林德成 那今天我们请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 第一位是行动党古来区国会议员张面群女士 她一直都在积极监督国家政策 如果一旦发现损害人民福祉 她可是毫不留情地批评 第二位嘉宾是 马来西亚民族中信基金会会长 翁思杰先生 她曾担任交通部长 高等教育部长 虽然她退下了位置 但也依旧关注民生课题 然后再次欢迎两位上来我们的节目的 那其实今天比较热门的课题 就恰恰好大家所关注的是这个EPF 那对于首相两天就拍板决定 这个维持55岁权的提款 不知道两位应该怎么 你怎么看待这个举动呢 不 单视力开始吧 好 其实我觉得这一次 首相忽然间表态 短短的48小时表态 确实是来得非常突兀 那么更何况 那就是攻击金局 就是EPF 已经有言在线 他们正在进行这样的一个民调 民意调查 那么在民调还没有结束之前 那作为一国首相 你就有一种呢 给人家一种就是坐不住马岸 这样的迫不及待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匆匆地就把你预设的这个立场 虽然说是顺从民意 但是这个民意呢 我们毕竟还没有得到一个 一个所谓说 一个很确实的一个答案 到底呢 民意是认为55岁好呢 或者是60岁 那么这个呢 还没有一个结果 那么我觉得这个太过以仓促了一点 好 那外宾 我其实觉得仓促的不只是纳吉本身 在我看来 我觉得可能就是从工具基金局来讲 我觉得他也是在做这个宣布 在把这个课题开放之前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也是略选仓促的 首先我们当然是说 OK你开放给人民去投票决定 到底是55或者是60 可是你要有一个 有意义的一个投票或者是表态的话 你必须是在一个前提上 就是这个课题必须得到充分的讨论先 你如果没有做一个充分的讨论之前 你就充速的去投票 那么当然你想 当然很多人都是依照自己的第一个感官 而去投票 而这个投票 是不是就必然说反映出 最能够把他们个人的利益最大化 那个是一个带有问号的一点 那么第二点 我觉得纳吉之所以会在48小时里面 就有匆匆的去拍专定案 我觉得是因为他最近的绯闻产生 就是最近的丑闻产生 不是绯闻 丑闻产生 那么大家也知道 就是他的民意调查 他的民调上的表现 一直都是在节节百退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他需要做一些举措 那么希望说能够借此挽回一些民意 所以我就觉得说 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 公积金局的这一个proposer 就变成了一个牺牲品 那也有人说 也有人说 这个是一个有效率的表现 你会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个肯定不是一个有效率的表现 如果是一个有效率的表现 那么请问 为什么要在 为什么要48小时那之前 为什么你要提出来 如果一个计划你提出来 是要让他在48小时之内 就开始复冲 就把他cue it 就把他谋杀了 那那个不叫有效率 那个就表现出 你完全没有做好你的功课 我们说政府要推出的任何一个政策以前 那么你一定必须深思熟虑 好处是什么 人民可能的反应会是什么 对于人民的反应 我们要如何去回应 这个才叫做一个有准备 你不能够你这个才叫做有效率那么有准备你要去打一场所谓的民意的一种一种战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对人民看起来好的政策他未必会受欢迎 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这个我们稍后就可以慢慢聊 这样当时你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这次应该说是非常仓促 仓促不仅只是首相仓促的这样的一个宣布 那么同时呢 公积金局他本身 其实在推出所谓的征询民意的时候 我同意刚才YB所提的一个点 那就是你提出来不是只是叫人表态 叫人表态当然我们知道了 我们可以去动员 我们都看到了啊 坊间的有些人动员是用这个社交媒体 我也被动员 也有人向我游说啊 那么这种情况的肯定了 你会把你切身的利益呢 摆在最前面 肯定 那这肯定 那么但是呢 回头再看一看了 那么如果你说这样的一个重大的决定 这个重大的决定呢 你是按照应有的这样的一个程序的话 是不是应该这样做的呢 我不认为是 其实程序呢 归程序的 程序就等于说 你必须得要把整个 比方说你 你要提 你要把这个 定在60岁 是 所谓合适 你的理由在哪 好像在国会一样吧 国会呢 当你提出任何的修正案也好 或者新的法案 你肯定要说 说明缘由 你不能够说 你们来个表态吧 到底是A或者是B 这个不是做选择题 这个是呢 关乎呢 众多人利益 甚至是国家利益的 这样一个议题 所以我看了这次 这个呢 第一呢 就是 拐离 你原有的 这样的一个作业程序 第二呢 你说你征询民意 好了 征询民意呢 我没有看到有任何的 town hall meeting town hall meeting是怎么回事呢 就等于说你来一个呢 这个工厅会 那么来一个大型的 你总之 比方说如果你是受影响的 你就有权来说话 那么这边有打断一下 这我们在马来西亚 曾经有做过这样的一个工厅会吗 有 我当时 我不是说我要说当年 我本身呢 那其实呢 在 我记得在09年 我们不是 针对一个法案 只不过是呢 当时的这个LRT 这个新的这个LRT呢 它增设了新的路线 那么 我们听到有一些迷远 所以我当时我们做的一个一个动作就是 来一个工厅会 不是一天 那么 甚至是好几站 我们让他们来发言 然后呢 网上投票 嗯 那么还有呢 有些可能是 比方说不是网民 你本身也可以呢 你可以呢 聚寒 你可以写信 嗯 那么 把你的缘由说出来 好